那阅读之后 如果说你有很多东西 觉得很重要 想管你怎么办 一个方法是在阅读器里面收藏 就是点心标 它会收藏下来 那么还有一个方法 你可以把它分享到 稍后读工具 那现在国内的稍后读工具 已经很少了 就是没有太好的 我建议大家就直接分享到 维之笔记 下一次课会给大家讲到 这个是我自己阅读的一个统计 大家看到 我自己订阅的信息 每天大概更新量在1200条左右 就是工作日 然后中国大概500条左右 阅读的量可能在500条左右 也就在 就有很多也是不读的 所谓不读就是说 我直接Shift A 然后全部标记已读 那就是表示不读 只要我浏览过 就算读过 这是之前我用的稍后读工具 我现在主要还是用这个 那现在你们没有装的话 你们就下不到了 就这个已经在国内的 这个App Store上下架了 包括安卓上也都可能搜到